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忙完上期42mark本想安安静静等个过年 没想到小鹏在春节前推送了NGP 等等 什么是NGP 先做一个科普 NGP就是按导航辅助驾驶 然后N01和NLP呢 还是按导航辅助驾驶 还是不懂 导航辅助驾驶就是在原来L2辅助驾驶的基础上 结合了车机导航的信息 可以根据设置的导航路线 在高架高速路段实现 自动调节限速 自动变道超车 自动进出扎道 具备这项功能的车型 理论上可以实现高速路段A点到B点的自动驾驶 少啰嗦 我们先看东西 今天我们把这三款车拉到一起 对按导航辅助驾驶功能进行一次深度的测试 为了评价出大家能力的差异 我们把这几辆车开上了上海往返杭州 全程380公里的高速来一探究竟 去城我们模拟大家日常出行的场景 按照导航推荐的路线从上海去杭州 主要从可用路段占比 通行效率 接管次数 三个直观的指标来对比这三辆车的区别 可用路段占比越高 意味着从A点到B点的过程中 你可以交给车辆自己行驶的里程就越多 通行效率越高 意味着从A点到B点的时间就越短 接管次数越少 意味着功能的可依赖性就越高 刚上高架 小鹏和蔚来就可以开启导航辅助驾驶了 OK 可以开了 NOP来了 特斯拉只有高速路段才可以开启 上了高速之后 小鹏并线积极 工作稳定 高速路段为二次接管是进入了非高精度地图覆盖的路段 NGP退出 系统突然降低车速 驾驶员主动接管 这里多说一点 从NGP降级到辅助驾驶之后 车速并不会保持在当前车道的最高限速 这一点体验既不好也不安全 全程可开启路段占比达到了95.9% 高速路段驾驶员接管两次 总用时两个小时 特斯拉总体表现也不错 但是进入车道之后会自动降低车速到40公里每小时 出车道也不会自动提速 这让人有点崩溃 全程可开启路段占比90.3% 高速路段接管7次 不过只有一次是因为走错路 马上就要进车道了 这就是能有这些NGP这些功能 看她她会自己的变道 精彩了 哎呀哎呀 哎呀,有点小意外啊 鸭片要打理 六次是因为主动调节车速 总用时两个小时 未来接管次数相对较多 每一次进入匝道都会有一些画龙的迹象 但是进出匝道的加减速非常舒服 全程可开启路段占比95.5% 高速路段接管次数七次 总用时两个小时 这三辆车的按导航辅助驾驶能力 都让我们的高速长途出行轻松了很多 通过这个数据 大家也可以对这三辆车的能力 有一个大概的认知 但是这些数据就能代表一切吗 并不是 虽然到达时间一样 但是三辆车各有各的慢法 特斯拉慢慢在40公里每小时过匝道 小鹏的慢则是中途有一段路程 系统根据导航信息 把车速限制在了80公里每小时 而未来的慢主要是待在右侧慢车道的时间过长 所以我们在返程的时候设置了多个途径点 让车辆尽量多的主动变道 上下扎道 来感受细节上的差异 并且归纳了五个音响 按导航辅助驾驶功能 使用体验的场景指标 这五点分别是 基础辅助驾驶能力 自动上下扎道能力 自动变道超车能力 和导航辅助驾驶状态下的交互体验 想要在高速上从上海自动开到杭州 扎道是必须功课的一个场景 为了横向对比出大家的区别 我们设置了五个考核指标 主动出扎道的时间点上 特斯拉是最主动的 在四车道的高速上 距离出口还有三公里 就开始主动向右并道 其次是未来 2.5公里左右开始向右并线 小鹏最晚 2公里左右 理论上越早开始变道 留给自己变道的时间就越充裕 汇入扎道的成功率就越高 但是太早汇入右侧车道 也会出现被大车压速度的问题 一直在右侧车道归速行驶 体验总归是不爽的 想要又快又稳的进入扎道 变道的策略和能力就很关键了 特斯拉虽然是最早开始有意识向右并道的 但是积极性并不高 碰到右侧有慢车 基本上都是加速超车逻辑为主 真正汇入最右侧车道的时候 距离出口已经不到一公里了 可以说是非常激进了 未来并入最右侧车道的积极性非常高 碰到右侧有慢车会主动减速 给自己让出并道的空间 力求第一时间进入最右侧车道 这样的策略 确实可以保证每次都不错过出口 但是再来的问题就是通勤效率比较低 小鹏的变道时间点最晚 在策略上以减速并道为主 但是碰到非常慢的车 也会有加速超车的逻辑 总体表现非常接近我们日常驾驶的习惯 这里重点要说的是 小鹏未来都融合了高精度地图的数据 可以精确定位到具体的车道 所以即使在比较复杂的车道口 也可以找准要走的路 但特斯拉只能依靠视觉加导航地图 走错路的概率比较高 至少在我们测试的这380公里 就走错了两次 净车道减速对于每个驾驶员来说 都是基本操作 但是对于机器来说就不一定了 在这方面 蔚来做得最好 临近车道会提前减速到90公里每小时左右 进入车道之后 又会缓慢把速度降低到60公里左右 整个过程非常线性无感 出车道的提速也非常柔和及时 和人开没有太大的差异 小鹏总体表现非常接近蔚来 进入车道提前减速的点会更早一些 效率上不够极致 偶尔出车道的时候会出现车速60-80的跳动 需要优化 特斯拉出车道的表现 可以说是灾难级的 大部分时候都是进了车道才开始减速 减速度也非常大 推进iliyor 太慢了 是啊 有的时候甚至是完全不减速 像个愣头巾一样 100km 的车速冲进ctoral道 让人完全摸不到头脑 这又不减速 100km from turn 而且所有高速上的匝道系统都会自动降速到40kmh 归速通过 出匝道汇入主路也不会自动提速 还是以40kmh再开 非常危险 这点问题其实从 NOA 刚推送开始 车主就一直在反馈 但特斯拉却迟迟没有改进 这样的标定逻辑也让 NOA 的综合体验大打折扣 白瞎了这么强的基础能力 匝道的稳定性上小鹏做得最好 在高精度地图的加持下可以准确的进入每一个正确的扎道口 过弯能力也足以应付每一个在高速上的大举率弯道 特斯拉由于缺少了高精地图 在车道线不清晰的外形入口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画龙的情况 龙雪作为第一次感受 NOA 的乘客 每一次都被吓得够呛 进入弯道之后对于特斯拉这个弯道王者来说 自然就没有太多挑战了 未来的表现是最令人意外的 虽然也采用了高精地图 但是在进扎道的路口同样画龙 整体的稳定性不够 出扎道的积极性上 小鹏和特斯拉几乎一样 都会第一时间从最右侧车道并入左侧的快车道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即使前方无车且左侧相邻车道上有慢车 系统仍然会积极地向左并道 第一时间进入快车道 这个逻辑非常赞 未来在这方面的体验可以说是非常糟糕了 第一 即使在相对空旷的高速 出扎道的成功率仍然不高 在我们这趟行程中 系统提示手动汇入主路的频率非常高 第二 进入主路之后 系统似乎并没有车道的优先级判断能力 并没有并入左侧快速车道的意识 只有在前方遇到慢车之后 才会开始向左并道超车 总体效率比较拖沓 使用体验一般 综合来看 小鹏进入扎道的体验最好 成功率最高 驾驶逻辑出色 未来的策略相对比较保守 对驾驶风格比较佛系的人来说 还可以接受 但是可依赖性并不是特别的高 特斯拉虽然弯道能力强 但是系统的逻辑非常反人类 甚至无法达到能用这个最低的标准 主动超车变道能力 也是实现A点到B点自动驾驶 必备的技能之一 在这里 打灯变道能力是基础 变道的策略是体验好 差的关键 这里小鹏的变道策略是最积极的 经过我们实测 前后车的速度差达到5公里每小时 系统就会自动变道超车 这样激进的逻辑 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行车的效率 而且最惊艳的是 系统会实时判断与前车的相对速度 一旦遇到慢车 就会第一时间变道超车 在不影响车速的情况下 就把前面的慢车给超了 非常高效 赞 但是太激进的变道策略 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因为两者的速度差并不大 所以超车的过程可能比较漫长 在这个过程中 很容易追上隔壁车道的慢车 导致超车失败 不但没有提高通行效率 反而多了几次无意义的变道 特撒总体表现和小鹏比较接近 与前车的速度差 在10公里每小时左右的时候 会自动变道超车 不过每一次都是被前车压了速度之后 才会自动变道超车 而且每一次变道超车之前 系统都需要驾驶员轻晃方向盘 来确认变道 实用体验不够流畅 未来的变道策略相对保守了很多 基本上是能不动就不动 只有前车真的太慢了 才会有意识变道 一只佛系的黄老板 开始EC6也开始着急了 大哥 大哥你看你变了呀 变了变了变了 你看 你看这不就变了吗 说来就来了 你看 从能力的角度来看 特斯拉的变道能力是最强的 这一点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测试 变道的策略上 小鹏最聪明 未来则是属于能力一般策略也保守的选手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特斯拉和小鹏对后方车辆的探测都用了摄像头 而未来只有毫米波雷达 所以特斯拉和小鹏都可以看到后面的来车 而未来只能靠摸 仔细想想 未来这套硬件从17年发布到现在也已经超过了三年时间 虽然相比大多数车型而言 还是一套非常强的硬件 但是对于NOP这种高阶的辅助驾驶来说 显然已经不太够用了 这也是未来作为先发者的一个劣势 一个好的交互可以让驾驶员更了解车的想法 双方更好的协同配合 特斯拉和未来小鹏都有可视化显示 内容的丰富程度上小鹏最高 不仅可以看到周围车辆雪糕桶 还可以模拟显示车道线地面标识和高架立胶桥 这些周围的环境非常真实 但让我不太爽的地方是有一丢丢的延迟 特斯拉显示的信息相对少一些 但流畅程度非常高 而且显示的内容和实际的情况也非常接近 未来在这一块比较普通就不多说了 在音效交互上 未来和小鹏的车机助手在车辆准备进入匝道 超车前都会提前播报提醒 对于第一次使用的朋友来说非常友好 但是作为乘客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吵了 特斯拉则完全相反 没有语音播报 只有音效提醒 对于小白来说 上手难度会高一些 需要提出批评的是 小鹏不同层级的报警提醒不够清晰 大部分提醒都是最高级别的 既有语音播报 屏幕又一直闪红 而且NGP退出前的提醒接管会一直播报 即使你手扶着方向盘 报警还是不会消失 让人很紧张 对驾驶员的监测方式上 这三辆车都是扭力传感器 只有通过扭动方向盘 才可以让系统感知到你的存在 在正常行驶的过程中 扭动方向盘操作 实在是太反人类的操作了 集体差评 基础的辅助驾驶能力 是导航辅助驾驶的基础 当你可以稳定地保持在当前车道行驶 具备了打灯变道能力和比较强的过歪能力之后 才有可能实现按导航辅助驾驶的功能 基础能力这一部分 大家可以直接参考我们之前42mark测试的结果即可 这几辆车更新之后的能力 我们在下一期42mark中为大家揭晓 特撒作为行业的翔楚 基础能力虽然是最强的 但是仍然不够了解中国的道路环境 车企导航不好用 进入车道减速 晚处车道不提速等等等等 都是特斯拉急需解决的问题 虽然推出这个功能的时间最早 但是显然已经被国内的造车新势力们迎头赶上 辅助驾驶不断增加的新功能 已经让这块的体验从量变走到了质变的阶段 虽然这个视频频出的只是一个排名 但是无论怎样 按导航辅助驾驶 这项功能都已经显著改善了我们今天 在高速上的驾驶体验 是人类通往自动驾驶路上 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也是一旦用了就再也回不去的功能 这本身就值得所有车企学习 当然 现阶段这些功能都还属于L的范畴 大家在使用过程中 还请集中精力注意接管 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转发评论点赞 给我们来一个三连 这里是40号车库 我是六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主要是为了让你们的回程的路上 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然后我给你们准备了两个国内 顶级的特调相丰 对 然后 不如今 哈哈哈哈 Down 对 我 是 好